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一如既往 用了很多年的騙局 竅不怕舊 仍然有人受騙 在Facebook或群組中說 假扮一些名人來欺騙一些苦主 買股票 我這段影片會和大家分析一下騙局 大家如何預防 以及法律責任 好 我們就立即開始 近日騙徒在社交平台上 無形多名知名股評人 包括哪幾位呢? 有清姐 胡孟清 沈大師 沈鎮瑩 郭思智 羅家聰有末日博士之稱的 多名知名股評人 近日最熱話的就是 郭思智 Facebook 假專業 說明是假的 當然是虎主眾多 其中一位虎主 就講述了他被騙的過程 他的Facebook專業 當然是假的專業 有一個連結 你一按下去的連結 他會立即將你加入 他的WhatsApp群組 在群組裡每天都會有 賈郭sir的每日圖表分析 以及股票走勢 慢慢引導虎主進入虛幻的股票 在課堂裡面 好像每天都學到東西 當然 他們這些 第一樣是絕對會 先令虎主 相信這個平台 相信WhatsApp群組 可以幫他們賺到錢 先取信於虎主 之後詐騙手法就來了 一如既旺 通常要引虎主越賭越大 就是一開始 會給一些甜頭的虎主 就會給幾隻股票的號碼 那些虎主買了 那些虎主買了 買哪隻就賺哪隻 真是賺到錢 當虎主非常信任這個平台 以及這位假的股評人之後 就開始真正的騙局了 平台裡面就會引導虎主 用自己的錢 或者是去借錢 那些虎主 借錢 賭得大贏得大 就買一些更大金額的股票 那當虎主看到 咦? 在App裡面 賺了很多錢 那虎主當然想拿錢出來 那他一想拿錢的時候 他是拿不到錢的 怎樣才拿到錢呢? 他要進入一些錢進去 App的平台裡面 他才能拿到錢 那根本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騙局 就是整個平台 整個App都是詐騙的 賺錢的都是虛幻虛疑的 最重要就是拿不到錢 入錢就可以 拿錢就不行 都是這些手法 除了這些用 假的股評人超賬權 來設下騙局之外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用AI合成的影片 或者合成聲音作出行片 另外還有一招 就是很久都有了 大家網友知道 就叫微信女 大家知道是不是? 其實之前 雖然證監會和警方是打擊過一輪的 但是呢 竟然現在也還有 有死灰復燃 還有人相信 我也有時候收到微信女 無端端找我 就說買股票 那些頭像永遠都是美女 這些當然是假的 各位網友就會問 咦? 哪裏有這麼大隻 夾那隨街跳的? 錢哪裏有這麼容易賺的? 很簡單 他們是一個釣魚心態 可能他發一千個 一萬個 十萬個 短信出去 或者在平台上 只要找到一兩個輔主 會相信這個平台 或者微信女 然後行騙就夠了 因為每一個輔主的金額都很大 所以其實他是用一個人的貪男的心態 每個人都想賺錢 但是其實 古語都有雲 有兩句說話 第一就是 貪字就得過貧 第二就是 財不入吉門 這兩句說話是 一路我們中國人的智慧 是很對的 說真的 當你看到有些東西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的時候 即是廣東話逐點就說 有沒有禁筍 或者 有沒有那麼大隻隔膽隨街跳 的時候 通常都是沒有的 通常都是假的 還有很多人說 什麼低風險高回報 世界上是不可能的 永遠經濟學都是high risk high return 例如你買一些股票是生物科技股 可能你買十隻 他要研究很久才出到一隻藥 可能有九間公司都研究不了 那些就輸錢了 但只要有一間公司贏了 便可以爆升股票 因為藥有專利買得很好 這些其實是給專業投資者做的事 不是股民做的事 各位小股民 我就不是股票專家 亦都不會說任何股票 號碼那些 我只是奉勸各位 最緊要呢 都是那句 財不入吉門 最緊要穩陣 你覺得這些東西合不合理 我經常都說 一個合理的人會不會相信呢 這個世界上你有沒有那麼好彩 是的 有的 有好彩的 那你不如去買六合彩吧 是不是 這些就是正統的 真是發達的方法 這樣就不要想著股票會發達 股票呢 投機通常都會輸錢的 我只可以這麼說 通常都是財不入吉門 我第三次說了 都是不要貪 當然投資亦都涉及風險 而且你越高回報就越大風險 你不可以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其實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明白的 即是不要存有一個僥倖心態 想著不會輪到我的 別人有事而已 不是我 通常坊間 別人就是你了 所以就不要這樣想 各位網友 我真的奉勸各位 還有絕大部份的股評人 都不會在社交媒體平台上 叫你買哪隻股票 這些通常都是騙局 真的不要相信 因為現在實在AI這麼盛行 很容易就可以做一些假的專業 大家真的要小心 我也見過 但是我完全不會相信 大家真的不要貪 我第三次說你 其實最後我想說一說 為什麼人會掉落這些騙局 這些陷阱 就是因為一個貪字 只要大家不要這麼貪 不要覺得自己會這麼好運氣 我不是說各位網友沒有運氣 而是說很多事情是合理 你想想一下這件事是否合理 如果是合理就去做 就算有一點不合理也好 大家都不要做 因為都是那句 貪字得過貧 你最後通常都是輸錢 或者你可能最初贏了 但最後都是輸的 正如賭場賭錢一樣 十賭九片 長賭必輸 這些是一定的 我希望各位網友真的留意 這個道理是有機會性 有賭博成份的惹度 是用上的 各位網友真的要小心留意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網絡騙案 這些假的社交媒體專業的騙案 就到此為止 如果各位網友是覺得這段影片有養分 是掌握知識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 每日一片和大家分享分析 每日的時事 講講我的看法 以及有甚麼可以做 有甚麼對 有甚麼不對 有甚麼小心 有甚麼騙局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讓大家網友不會誤墮法網 多謝大家 分享電視頻 訊息 事務相機 詞